你要让Session里面的资料清掉的话 直接就是invalidate就可以了 invalidate就是直接会把那个值给清掉 也就是说你用你这个连线进来的里面的Session 全部都会清掉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强制登出 登出的部分你就直接执行这个方法就可以了 那后面呢我们比如说之前有一个登录 roll in的画面进来 usernate password打勾的打勾就是什么 打勾就是储存账号面 可是我们是存在什么存在cookie里面 那如果说我今天另外把这个sample 重新再run一下 如果今天我们之前呢有登录的时候 可以跳到另外一页面 还有印象吗 就是在我们前面有一个sample是在 用到有一个sample是 login的 还没想 login的user login的serverlet 应该是这一个 然后呢 这个地方我们会储存一个资料 储存的时候 如果对的话就转到登录成功 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地方 登录成功登录失败 在cookie的练习里面 login的时候 我们有个登录登出 然后呢这个地方 login的 cookie的sample里面 我们在有一个login的部分 就是在这个地方 我有多的一个这个地方 就是用request里面setHQ 把那个资料呢是存在哪里呢 存在request request 部件里面 不过这个方法 比较不好 因为如果说呢 这个地方 我们用request的话 来 来 出存资料呢 你要在 存取或者你要登出 就没有办法 所以里面有那个 invalidate 可以做登出 你就这边 放进去就放进去 你要登出怎么办 完了 没有办法 所以用request 物件这个地方 可能会有问题 那这一段 这两行程式部分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改写 所以等一下 各位可以在session 物件里面 稍微做变更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只是把 刚刚的那个部分 把它改写成 什么 改写成我们的session 物件 改写的方式的话 基本上 各位可以看一下 在投影片里面 这个地方 其他都一样 只是说 在这两行的地方 不一样 就是在request 我们本来是直接session 那这个地方 增加了一个 什么 get section 也就是说 我放 不是放在request 物件里面 而是放在session 物件里面 那前提当然 你第一个也是要去宣告 就是宣告一个session 物件 然后呢 最后也是 用request 里面的 有一个叫做 get request dispunctual 一样去转换到 这个页面 这个view 然后也要把 这个request 跟respond 把它传递过去 差别只是在这地方 那 利用这种方式的话呢 就是建立一个session 多建立一个session 那也就是说呢 这地方 我们建立一个session 之后的话 在判断的时候 过来之后的话 就是说我登录到另外一个页面 就是user页面的时候 我要先 也是要先check一下 这个session 是否存在 那这session 是否存在的话 就是我们一般会在 比如这边 我可以在 在 跳到那个 user 点view 就是user的 那一个servlet 的时候呢 那我就先check一下 到底它是不是 有 正常登录进来 如果正常登录的话 一定session 里面不会是空的 一定有东西 那我们怎么判断session里面 有东西呢 就是从session 点什么呢 get attribute 那后面加上什么 那个key的名称 对 那个key的名称里面的话 那一定 因为刚刚有set的动作 所以 这个 我先用login 这个key里面 一定会有东西 那如果说呢 这里面有东西的话 那表示什么呢 表示 这里面是 是 是 是合法的 所以你这边当然可以判断一下 如果他这里面没有东西的话 如果里面是空的话 那你就不能让login 变成 再让他弹回去吧 弹到什么 弹到login的画面 让他重新再登录 不然有一些人 他不是藉由正常的管道 可把登录 他直接把 把你这个画面 直接输入到网址上面 他会把它记下来 那记下来 如果说你没有做这个 判断session的动作的话 那很容易他就直接进到那个页面 所以早期好像很早以前 我发现有些登录的画面都是做假的 直接登录之后 我把那个 登录之后的网址记下来 下一次我都直接 根本不用login 直接就可以进去 那那是早期 因为早期可能 大家对这个技术还不熟悉 现在应该没有了 我现在论坛 现在很多论坛 都已经做得好好的 我后来发现 像早期还会自己想要写个论坛 后来发现 那个 因为大陆那边的套件 在做再好 什么都帮你包好好的 你只要怎么样 把它set up 起来 弄起来 然后再去修改里面的东西 就好了 那破片不是过一次 有可能是大陆那边拿别人来改 不过至少也是大陆那边改 反正他就把它改得好好的 因为之前有乱过 类似像这样的东西 因为后来本来 是要重新建一个 类似像这样的论坛 后来发现人家 已经做得非常的成熟了 什么功能都有 什么都有 你想得到的都有 那你不要你把它关掉 你要的话 就把它乱起来 然后你还 而且它source也是open的 不过大部分都是php的 eer.net JSP好像很少 你就把它弄起来 然后去改 里面一定 也类似有这样的一个session 反正这个观念上都相同的 无论你是ASP 大内车 ASP PHP JSP 都有类似的东西 观念都是一模一样 只是说语法不同而已 OK 那这边的话 我们就login之后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要 这个地方登出的话 那我就可以另外再执行一个view 这个view呢 所以等一下如果说要登出的话 刚才有讲过 就是你要去执行一个叫 session 点什么呢 点 invalid date 的一个方法 那我要怎么去执行它呢 当 user 连结 所以我这边要做一个登出的一个连结 超连结 连结到哪里呢 连结到 login.view 所以 login.view 你要对应到一个 server letter 叫做 login.view 那你就要去对应到一个 logout 的一个 server letter 那你去run它的时候 其实只要执行什么 session.invalidate 它就会帮你把什么 这个人 这个人连线里面的 session 全部清掉了 清掉之后的话 它下一次要再登录的话 直接要跳进去不行 一定要再重新 从主画面登录才可以 所以这边这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试试看 就是说 在这个地方 请各位把之前的 cookie的那个 sample 里面的这个 就是request的部分呢 加上一个什么 request后面本来是没有 get session 有没有 你就加上一个get session 然后后面的话呢 在这边再增加一个什么 再判断 判断的部分的话 本来是从request里面去判断 现在是从session物件里面去判断 到底它有没有登录 另外再增加一个登出的一个连结 让user可以登出 就不会 不可以 从那个fever的方式去登出 所以这部分我想各位试试看 get sick ok